这也是西吾啊 从一句许优开始 今天的视频呢 有个特点 要么就是我被秒 要么就是对面被秒 我所有的地主都是 基本上是碾压 但是我没碾压死他们 这里为了控弥足的乐 结果我没想到他还有一张武蟹 只能说有点可惜 这个迷竹喝一口酒不知道他想干什么 撞胆吧估计是可能他胆子比较小 不喝不敢杀 三张杀我就等着马带进攻我的 马带这个武将 确实太弱了 有迷竹还是先打迷竹 不要看他那么多牌 他实际上他牌都存不住的 或者不说存不住 他有三张位置牌不一定能当做 他的防御牌 打马带有时候有逃都没用 就大概是他的 许优的叫他单挑能力强度就在这里 叫他单挑能力强度就在这里 叫他单挑能力强度就在这里 他可以控对面的牌 让我自己永远知道对面是什么牌 就直接带走了 不跟他多啰嗦 今天素材更多只是完成一个传统吧 如果大家能看得爽最好 我感觉大家应该看得也没有那么爽 这一次 流战终于开局发到AK了 很不容易 我很久 打那么久第一次发到AK 然后其次嘞 今天的素材 就相当于是例行公事嘛 陪大家吃个饭 说实话确实少点东西 然后 最近说实话素材有点供应不上来了 每天打满12把就已经够 有点难受了 中间还提点素材 等真的素材不够用的时候 会跟大家商量的 大家也可以看到 我就这样的不停的放素材 大家 我知道有些观众想看得爽嘛 有些观众就出来下饭 也有听我解说的 但是看得出来 我确实解说 现在开始差点味道了 我在想 等我撑不下去的时候 我是 每次素材少放一点的 就是每次放 就大概十个素材 还是 可能 每周更六次减少一次这样子 我自己也没有想清楚 这一波就看这个无脑线图的张松 到底有多脆了 这还 猪狗狗还杀张松的 这猪狗狗好像是个 是个票棋而已 我要猪狗狗张松的血 这时候肯定是不能掉的 用张松一血换我一血太亏了 这时候 这里因为正好可以从一点过到二点 然后我就没有跳那个摸牌阶段 他们两个桃都是很多 那只好再等一轮了 因为火宫看的牌我确定是没有的 这两个人桃子是真的多 这两个人桃子是真的多 五五封端骗他把武器出了 之后乐上 这张剃刀留着下一轮用 可惜了 那个闪没有触发 没有触发摸牌 就慢慢过牌嘛 他虽然装备比我多 但是我自己每回合还是有过牌的 他换个AK彻底杀不到我了 他好像很开心的样子 8点9点10点再见 一把冬允 接着机会给大家说要冬允吧 冬允军8很强 这一点不得不承认 军8冬允和徐师都是次一流 一流呢还是记那几个大爆发型武器 比如王朗啊 管索啊 沈曹操啊 那肯定还是一流 开冬允只是因为单纯没将开了 刚刚那三个将 我也说过我不喜欢张松这种武将 虽然他有时候爆发失误了 但是基本上没我的事 冬允带个新王毅 就又有这点好处 你像曹春刚刚都不敢决斗我 因为我会把新王毅带上 然后他就可以整列 这里打错了 应该顺着把新王毅带上 让他整列掉曹春的牌 可惜没想到呢 如果曹春是发育流武将 这一把因为有一个关键不高 所以我选了司马招 但是事实证明 这还算是我坑了他呢 这个关键不高是皇盖 SP算上枪可以开 但是没有太大用 这皇盖还会玩 他最后再赤头 就把石子挂上去 这个古镜刀可以藏一轮 还好孙上枪的趴挂还挺给力 这时候孙上枪被冰住了 所以他没有办法跳过 跳过回合 这里给孙上枪补给一下还是挺重要的 毕竟孙上枪真的很有可能就直接暴毙了 我也不知道 我这时候孙上枪没有闪 没有牌了 他为什么不知道皇盖摸一张 不然他也不至于死 没杀尴尬吧 至少先把皇盖押成这个血量再说 给你给我一张呗 给张杀 给张杀 那他手上肯定就是张闪 该杀还是杀啊 把他闪耗掉 他不一定下轮能摸到闪对吧 看给不给 他不敢给杀了 那说明他也没闪 这把我被带躺了 我被 我曹整被一个SP赵云带躺了 也说这SP赵云还挺帅 但SP赵云也就有这个问题 可以 可能会被当作私害 比如刚刚那把 其实我司马昭也有点私害的行李 这是实话 就是因为没人打他嘛 所以会被当作私害 但是 你像SP赵云和司马昭 都是有一定的个人能力 所以其实也还好 最近都没有放过趋翼的视频了 还是该放下 当然不像前天那样趋翼 这段时间当农民当的少 所以他想看张让视频的 估计也得 烧烧了 这里顺张之滑一下 他们除非一人一张桃 不是拉不回诸葛果的 但诸葛果有 我逃他应该也吃了吧 上马出城 我不要问为什么 毕竟是张之滑 按照我观念中 我们留下来 我无许的英姿 把他那不随便打 杀一刀乐伤 但是他把我马拔了 只能说有好处也有坏处吧 去一打张之滑也有好处 就是张之滑只要摸到了闪 他没机会出出去 他只能在自己回合结束丢掉 又是那个比较丑的男人 对不是BBBG 是歌王 歌王 那他的台词可能比BBG还要多一点 当然这一把主要就是 看着这个张松唱 唱完了你也唱不动了吧 该我唱了 然后就给你们看就知道 他又想了想等一轮 因为我不知道马良会干出什么事 我反倒不希望张松 这时候被打一滴血 然后卖血吃桃 然后吃桃回去 你看呢他虽然把我的牌都拿走了 而且给了我很多桃 他为了过牌已经在全力找紧张牌了 我也不懂他 但一开始闪早了 我忘了他没出过啥 先拆一下 开始唱唱起来了 回来AK了唱的更嗨了 你看我一轮把他直接打来空打空了 打空乐伤 歌王能力还是有保证的 当然这也是靠运气 大家可以说我刚刚这一波也只是单纯的运气好 刚刚那一波把他把我把他打空了 把我自己装备打满了 我一张从头都漆歪了 明明是我的主场怎么被你唱起来了 还是一把那个比较吵的男人 对这次是BBG BBG在我眼中的地位以前比歌王高 现在至于谁用BBG还是用歌王的 还是有待商定的 对面还有武器 那等了那就慢慢打呗 我现在这把想说的是借元素 我想借这把说一下借元素 元素 就普元素的技能其实挺强的 这点不得不承认 因为普元素可以在地主回合 让地主摸一张自己少 然后地主少 就元素摸一张 然后地主少存一张 是有这算是有能力的 不管怎么说至少也是个四血因子 但是他摸了那一张之后 他手牌可能比较多 所以普元素啊 不标不不推荐放在三号为用 因为这样他摸了的话 你看就这样摸一张 他如果手牌比较多 那二号就不能杀地主 只能杀元素 看我这时候还丢一张 因为少存了一张了 没得救了啊 只有寒冰打春哥 还不是一如反掌 我照空那张拆给春哥 那就给你拔了呗 拔了慢慢打 熊你啊 这一波没准备好 等着下一轮一波把他带走 说实话这一波打的依然不够好 而且甚至不够好的 差点反扯了 没想到他这时候正好来一双五 那就 可以慢慢动手 也可以不动手 还是扒了为主 还是扒了为好 最后幸好给他空了一张闪 不然也不 不然还真有点怕他爆发 不管怎么说 雪游打张志华 也算是天克了 就算农民雪游单挑地主张志华 一样都这样的 好久没放到老朋友了 鸡康 因为队友的关节不高啊 说实话 选的将没问题 但确实打的有一点点问题 这个人 一开始屈翼没杀 估计就是想着刷个优异 没刷杀 大家看我第一波操作 先火攻屈翼 让他反正他排这时候是最多 然后这时候再上装备 给小虎补给 以及给屈翼 这时候我希望孙鲁玉能拿我的白银呢 还有这个屈翼如果不久我杀 他就是我 其实他已经不是我赢了 我希望小虎能拿我的白银 然后再用白银给屈翼 这个屈翼止息 这样的话 屈翼用不了很多牌 就算一个九沙打下去 小虎也不至于死 刚刚那一把不管怎么说 也算是鸡康反杀了 屈翼 还是有一点点操作的哦 这一把我想跟大家讨论一件事 这也为什么先铁索我呢 因为我有张顺手牵羊 我铁索火沙孙泉 这叫孙泉掉羊血 留期掉三血 他肯留期要求一个桃子 谁出桃 就一个人三张牌 另一个人四张牌 我就用顺把那个人四张牌的人顺过来 这样的话我开南蛮又可以每个人掉两滴血 但是想法很没好 这两个人有点不按套路出牌 他们真的什么都没刷 结果反倒是没有到达成双杀 不然的话那个南蛮开出来可以双杀的 结果就是 有点很有点尴尬啊 结果留期的作用甚至还不如借全摸了两张牌呢 大家都知道我玩狙兽就没赢过 但是那是表面上吧 这把还是赢了的 赢得很显 也跟大家说一下狙兽啊 狙兽过牌其实也显得 UNO大家都应该都知道吧 UNO 就一样的嘛 可以出同样的花色或者同样的颜 可以出同样的颜色或者同样的点数 玩多了大家都懂了 这留期我要打一张九杀 不喜气大家也要掉这一滴血 不懂他 你看呢 每次我玩狙兽的时候 对面总能摸到两张进攻牌 不懂 不能理解 狙兽就这一点好 我说九黑一打一下还可以毁一滴血 这里没闪 他换成了AK一瞬间我心态都崩了 好在他只摸到一张杀 毕竟嘛 他摸到一张牌就是一张AK一张杀 可以这么理解 还好这里有一张闪 没有下AK啊 他连续摸两张杀 就在摸连续摸两张杀我也有闪 要永远坚信对面的运气比自己好 运气比自己好 运气比自己好 比如我就是摸不到陶的 我就知道你看呢 真就一个 我永远玩狙兽对面只会摸到 我就知道你看呢 真就一个 我永远玩狙兽对面只会摸到一个 南蛮一个决斗 昨天晚上那把也是这样的 我永远玩狙兽对面就会摸到一个 南蛮一个决斗 然后给对面提的兵就填过 我没杀的时候对面就是疯狂摸 南蛮决斗嘛 然后这时候又开始摸逃 算了不提了不提了 心泪 寒米我都不留了 我今天就要跟他跟你打了 我觉得就正面正 正面上野了今天 我今天就要用這把也可以把一吐掉了 開心 這是我玩拘獸唯一贏的一把地主啊 農民贏過一把那也只是運氣好 然後今天的素材開始之前呢 先把先換個武 先換個東西 500降力 我中了 好開心齁 這個網速並不能跟上我的手速 那我就簡單點 我把16倍就開了 如果有的話我試著用一把 100英零真實 玩一把太子算了 可以考一下玩太子 一張討夠吧 呂布肯定是殺馬良白嫖的 這不用問 我是肯定不會發閃的 就怕馬良死了 現在就怕馬良直接死了 呂布如果發了AK的話那也很麻煩 這只能不能跟馬 閃電 閃電 這麼好的狀態你放閃電 兩國修好 不動干戈 獨上威樓 汗氏威王 賴豬衛大王駐令 我舉杯妖影 念舊情 酒都丟了好甜 你為什麼不一開始覺得酒殺呢 小火弓 殺倒是夠毒 兵打出去 如果我和馬良都摸不到桃子 就很尷尬了 那就 我還剪長最佳呢 這是什麼情況 而且我更奇怪 哦對 剛剛是兩百斗的場子 兩百斗的場子 草匹強度我現在承認了 確實有 它的強度就在於 讓別人很絕望 就把張松放出去 草安卡一會兒 神道雲卡一會兒 魯智卡一會兒 大家不都想看我玩戒拳嗎 看好吧 一個票起一個領軍 好舒服啊 只能說能打 好不好打還是另一回事 加一馬克 很完美啊 三張三張黑桃殺 殺一刀吧 只要一個南門給放了之後給我拔兩張牌 那我也沒辦法 對面看來沒有打擊拳要刷 要刷拆的這個想法 陳寗農民不說了好吧 基本上除了打死害有一點點點點點點的用 我覺得筆伐順全並不划算 對面有不屑就看是誰的 一張勒 先把筆伐弄了 給他什麼都虧啊 給一張9吧 兩張牌一丟 真尷尬了 決鬥 決鬥就無邪了 給他張9有一個好處就是 他有9的話就會用掉 再殺一刀吧 他既然沒有閃了 肯定就沒閃了 因為有獅子的話 不需要那種直接 留著這種說法 八卦沒有的不要緊 我待會上層一下 層裡有張9 但他肯定是筆伐之後 就剩一張9 我就閃了 我等著忠耀來9殺我 來我等著忠耀9殺我 筆為刀 末 朱心 殺 不久殺 不久殺我扛著 先筆伐看一下 換了 換了 閃 閃 閃 畢竟是張黑殺 畢竟是張黑桃 黑桃還是要注意的 陳林爽還是那張9在喘著在 他故意最後 哦 九九了 我能刀逼 神蓝的闪电居然给地了一次 先比先 戒刀给你呗 我给他戒刀是什么颜色 不然这个南蛮也用不了 很麻烦的 中瑶应该是用手牌救他 这样的话 陈琳大家下一轮也可以给中瑶补给一下 我就把马给他 那就把马给我了 太棒了 刀不上啊 他有戒刀呢 陈琳手上有戒刀 这时候中瑶要针上个刀九杀五 还得有点头疼 不过我看中瑶刚才那轮都不九杀 估计这轮也不会 好 现在中瑶牌太多了 他可能会了 马拆了 顺手牵羊 这那狮子 他可能会给你惊喜 我只这么说 先把护 不是 给你招 先把护 不是 给你招 我只能把狮子 看他是把狮子控给我 还是把八卦控给我 狮子给我 狮子给我就先制衡 上来把狮子还给他 没大不了 就把狮子还给他 说你和徐氏是什么关系 还不付出呢 这个乐的没意义 不 有意义 这个乐这么棒 怎么没意义 现在开始我永远留一张闪的制衡 不要不要觉得我亏了 就是要 就是要这样 我要把狮子顺过来 八卦顺过来也很棒 现在开始不可能全排制衡 我一直得留着一张闪和一张武器 我得先把血回上来 我所有要做的事 就是回血了 现在 当然黑桃杀还是要注意 差点丢错码了 没杀一刀 算了把狮子顺过来了 不管怎么样 狮子可以回一滴血 现在为了回血 真的是不择手段了 杀 闪 五股风灯 无懈可击 拿杀的目的很简单 就是 毕竟发现南蛮万件什么的 状态回来了 可以动手了 中瑶的能力还是有保证的 我在单挑的时候 他可以把黑飞机打回去 打出去 然后再 怎么说 当然把黑飞机打出去 再自己回合再拿回来 中瑶能力毋庸置疑 还是可以有的 已经赢了 不便室了 还行啊 这拳就慢慢打呗 一轮没打死一个也不要紧 但这一轮确实不得不说 他们两个牌 还是挺好的 今天晚上打得有点不顺利啊 最近打的状态 感觉遇到的人 都特别的会玩 目前能用的就陈宁域 就接盖子一个 伟成大义 此不足惜 我要做的是压头的牌啊 还是直接打死他呢 别给我卡了好吗 直接打死吧 直接打死吧 就看能不能单挑得赢王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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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轮完全靠自己排好 打了一波出来 就这个 让他先把我四兄登掉 决斗 我觉得他应该不会留两刀 哈 再打一刀 你不会第一轮没逃就留 但这一轮你直接暴逼了吧 这就是 不说了 盖子 盖子值 值20宝珠 20宝珠 他有点暴力啊 这把也纯属运气好 一个领军一个校尾 只求我能打三倍 基本上是马良不用跑了 我看可以把谁放下去 把张松放下去吧 好 好 大家 那就玩戒拳吧 一张乐 可以不刷 看一开始打灵操能不能刷一点 两张闪 两张闪我就不乐了 两张闪就不乐了 两张闪都王毅也好 无限防他顺乐或者顺八卦 拆呗 给你拆 真狠啦 你看这 基本上是要9和 杀9杀凌操了 我不信你闪那么多 好心了 真狠 戒拳的摸牌量是不及这两个人的 绝刀打出去吧 这灵操的牌 是不是好得有点过分了 王爷刚才没摸到啥对吧 我记得 那统体这一轮也不一定能摸得到 神就这么多闪电 那跳了也是白跳 还行吗 没给我玩死 杀 杀 不及 无等 比例机制级 嗯哼 林操该砸王爷的弹了吧 要不你改一下 和我之前那个玩的那个王爷一样改一下 给你给你 给你给你 杀一下 这把闪电跳了 然后 关是五八了 桃子迟了 藤架不上 毕竟 哦可以上啊 他不一定 他没距离 刚刚说没距离了 这估计要火攻自己了 是要 大家可以 哎呦我以为我可能要有比较强的被害妄想针 桃子迟了 武器都不留了 直接动 再吃桃 我还单挑不赢你个王爷了 好吧 合理 选王爷就是这样嘛 你怪不 怨不得别人 还是老实录啊 起装备 起藤架 起藤架留火攻 W就少制衡一张嘛 杀一刀 再杀一刀 反正都留不住 我怎么就摸不到五中 是吧 还有顺哪 算了算了 大纸横吧 勒上大纸横算了 先把他装备拔了 还是老四路起寒冰算了 他没有东西 他没有东西 顺手牵羊 杀 不怕你哦 赌了 火攻 不死了就等一等呗 孤城零血 许出奇迹 我有种预感 我甚至觉得他可能一个南蛮一个火攻 对 一个火攻一个火杀 华掌也可以火杀 火杀两下突然过来 孤城零血 起出奇迹 两条吃不吃呢 乐死私暑 南蛮入侵 一破 零一 哦对 人机不留酒 人机会留 人机不喜欢留酒 好 那么基本今天的视频就到此为止 希望大家着情观看 我承认素材可能是最近的素材 你也看到了 审核就不用审核了 我自己每天打12把都有点难了 拿12把素材出来估计质量都可能偏低 所以我只能 看解决方法是 大家可以弹幕 弹幕我看得到 是每周少更一天呢 这样的话我可以把一天的12个素材给拆分一下 补充其他的天数 或者说每天就10个素材 12个减少 两个减到10个 希望大家能在弹幕里多讨论 多回复我一下 谢谢